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行命令打开 即查看VSFTPD的配置目录 运行命令 设置开机自启动 运行命令 启动FTP服务 运行命令 查看FTP服务端口 此时 FTP服务已开启 用户无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即可登录 FTP服务器 但没有修改和上传文件的权限 配置VSFTPD为匿名用户配置上传文件的权限 运行命令 修改配置文件 按I键进入编辑模式 将写权限和上传权限 修改为YES 按S键退出编辑模式 然后输入 冒号 WQ保存并退出 然后 为用户添加-VAR-FTP-PUB目录的写权限 并重启 VSFTPD服务 至此 用户权限配置完毕 当前 FTP配置为匿名 用户登录无需账号密码 您也可根据需要配置账号密码登录 设置安全组 在实力安全组的路方向 添加一条放行 FTP端口的规则 单击实力 ID 选择本实力安全组 在配置规则里 添加安全组规则 端口号为21 配置FTP客户端IP地址 单击教我设置 可查看具体设置含义 测试客户端 您可以通过 FTP客户端或浏览器访问 FTP服务器进行测试 本教程以Windows自带的IE 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为例 为您介绍 FTP服务器配置为匿名登录时的访问步骤 一 打开客户端的IE浏览器 二 将浏览器设置为主动访问模式 选择 设置 Internet选项 高级 勾选启用 FTP文件加示图 取消勾选使用被动 FTP 三 在地址栏中输入 FTP冒号双斜杠 FTP服务器IP地址 FTP灯口 例如 FTP冒号双斜杠 10.0.0.0冒号21 您就可以成功登录到 FTP服务器 FTP冒号双口 正mo FTP冒号双斜杉